明朝末年 扬州有一姓王的 资财丰厚的大户人家 因为遭受战乱焚烧的灾祸 四处逃难 一家大小各自离散 到了清朝 天下平定下来后 家人虽然渐渐地回到原籍 但是还不能全部返回 后来 王家的幼子长大成人 进了学校读书 但已经家屠四地 这使家中人口也日渐增多 连生活都顾不过来 想考取功名 更是无法顾及了 康熙五五年的科考 她的朋友邀请她去参加乡试 王某谢绝了 朋友说 参加科考就有当官的机会 如果能明灯秋榜 赡养家庭自然不成问题 王某回答说 将家庭安顿下来已经不容易 去参加考试的费用更加困难 朋友说 我嘱咐家人来接你 你跟着我同行 到了省城后安心温习 再采集考试的讯息 试写一些文章 你看怎么样 王某于是跟着他的朋友 一起到了江宁 当地的人盛传某项市的项树如神 朋友与王某也一起前往 项市先是观看了他的朋友 说 你想考取功名 还早着呢 接着观看王某 指着王某说 先生乃十重在世 王某说 我像前楼那样穷 求一日之宝而不得 从哪里来得巨富呢 前楼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隐士 道家人物 他生活贫穷 私食衣不国体 留下著作《前楼子》 后人多以前楼 作为贫世的代称 将士又仔细地看了看说 你的转运 应该从8月3号那天起 你应当赶快回去 过了这个日期 以后就再也没有 好的机会了 众人结说 像是的像术很准 王某也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就搭船返回去了 王某返回扬州后 到了8月3号那天 这门至军的家属 经过扬州 驾船访寻王某 经乡人指引他们 来到了王家 见到王某说 老夫人相请 王某开始感到很惊骇 继而想起像师的话 莫不是应验在这里 就暂且跟着上船 上船后不一会儿 帘子切开 仆人请他进入 王某急叩头拜见 老夫人坐在椅子上 说 我与兄弟别离已经三十多年了 现在家居何地 家境如何 王某一意回答 王某一意回答 老夫人取出五十亿白银 说 你先带着这些 回去做安家之用 然后跟随着我回官署 王某回到家里以后 跟家人说起 这件事也太奇怪了 我何曾有个姐姐 又何曾有这样显赫的亲戚 今天 他既然称呼我为帝 姑且随他到幕府 或许真的能转匹为太 亦未可知 于是一同到了都赎 在官署中 之君亲自接见 但对他行得竟是外甥之礼 王某更加怀疑 但又不敢问什么原因 他在官署住了三个多月 但也不过是每天好饮好食 并没有让他执掌事物 王某想 这样下去只是饱了口腹 对解决家中的困难 并没有什么帮助 相识的话未必都应验 唯有做回家的打算 还渴望得到厚重的赠物 于是向志君告辞 老夫人说 弟弟也应该回去了 于是命志君赠送二百亿银子 第二天准备用船送行 王某想到 区区二百亿银子 怎么能说发家致富呢 想识的话 不过是虚假的赞誉罢了 当晚老夫人秘密 邀请王某进入房间 靠近他的耳后 低声说 我乃是您家以前的丫鬟 贼乱之后四处逃散 后来投奔祈福 我被收为妾 志君就是我亲生的儿子 我时时想念主人的恩惠 但一直无法通信 今天上天给了我一个缘分 有机会路过扬州 所以邀请你一同来 任你为弟弟 是想避开嫌疑 而今赠你二百亿银子 怎能接近你的家业呢 幸好旧宅没有改变 西年逃难时 仙人在旧宅某某处 埋藏有三十万两银子 你可以将它们挖出来 可以想安闲之福也 那时你还在墙宝之中 不知道这些藏宝的事 所以今天 我才将这些秘密告诉你 王某回来后 按照老夫人所示挖掘 果然成了巨妇 老夫人始终不忘初始 当今已是处于尊贵之位 但仍念及处在贫贱之地的故人 使旧藏之才回归故族 而不怕暴露低微的出身 其心底之后 无过于此 实在应该承受一品之荣 一个人有善念 上天必定会成全他 如果王某没有父亲遇到相事 就会错过老夫人 如果王某处于极端困乏的境地 而将旧宅卖给了别人 那么那些藏匿的银子 也就归了别人了 即便是老夫人的善心相告 也不能使王某恢复旧有的家业 看似一切都是巧合 岂不知是上天的安排 可见王某的富贵 其实是上天注定 在经由老夫人的善心 而促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